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大家都好吗?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 其实蛮有趣的 这个就是宝可梦的梦想 就是我要累积这个所谓的千万退休金 那千万退休金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去累积到呢? 是不是说我可以做到,大家一样也可以做到呢? 那这是我这阵子来就是努力去钻研的心法 那也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说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小资组也有可能及早的达到fire的这个境界 就是及早的退休,然后就是过自己的生活这样子 那我们就先往下走咯 我们这次的影片其实有点长 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因为那个简报做太多了 那今天的部分呢 我们会跟大家讲的是第一个主题 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去决定你自己的退休金额 然后这一千万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好,这个其实是还蛮有趣的一个过程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 如果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累积到一千万 有没有什么很好用上手的工具可以让你直接做计算 今天也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们另外的第二跟第三个主题呢 其实是会在下一支影片 就是明天晚上10点来看就有了好不好 好,如何制定可行的存钱跟投资计划 好,我也有就是做简单的分析 最后要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 被动收入如果大于主动收入的话就等于退休吗 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自己已经开始建立你的被动收入 那么你的被动收入已经大于你的主动收入了 你是否已经可以安然退休了呢 好,我相信今天这两支影片的探讨之后 你应该就会有一些比较深刻的见解这样子 好,来,继续往下走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决定我们自己的退休金 好,你曾经想象过你自己大概会过怎样的退休生活吗 好,这之前的直播其实有跟大家聊过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也很希望借由这些问题来不断的去刺激大家去思考 你到底想要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好,那这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你觉得一个月三万块你可以过得很舒服吗 或者是你觉得一个月五万块或六万块可以让你过得很好吗 如果你找到了你心目中的那个答案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好不好 好,来继续 其实我在做这次的简报的介绍的时候 其实我就一直在思考说 那我自己到底想过怎样的生活 其实我小时候是住在那个彰化的乡村嘛 那其实我们家后面旁边就有竹林 那我其实一直都还蛮向往过这样子的生活 就是说我不是一个都市小孩 但是为了要赚钱,为了要社会化 其实你必须要逼迫你自己不断的去改变 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许我可以挑选一个比较接近大自然 然后比较让人家觉得原始吗 或者是比较开心的一个与自然共处的一个这样子的环境 而不是永远都是在都市丛林里面 其实久了你也会麻痹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象 对,那第二的话呢 就是你看这边这个画面就是有一个人在这个海滩上面去跑步 好,所以这其实代表的一种想象就是说 我想象中的退休生活可能就是 我可以不受到时空的限制 我想要在哪里工作都可以 我想要在哪里做我想做的事情都可以 或许我可以在长滩滩或者我去巴厘岛 好,任何可能的地方我都可以在那里工作 只要连得上网络 那么我一样可以跟大家做持续的联系 然后一样过我的度假生活 所以这是我很希望我在最近的五年或十年之内可以达到的 好,所以这是跟大家分享 好,再来的话呢 你看看这边的话呢 你看在海边 然后有一对夫妻 然后带两个小孩子牵手 这其实也是我人生的梦想之一 就是需要组成一个家庭 有自己的小孩之类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才能够更加完整 这也是我自己的人生计划里面我想要去做到一件事情 那再来的话呢 你看有一堆书 然后堆在这个沙滩旁边 所以我就觉得 对,我真的很喜欢看书 而且我其实在每一周的直播里面都跟大家分享到说 包括我又买了多少多少书 好,那也是尽量赶快的看完 看完之后呢 再来跟大家分享说 我自己的读书心得 甚至有的时候把这些知识重新整理 然后变成有用的实用的知识 来就是写成文章来介绍给大家之类的 好,所以这其实这五张照片 其实也就是反映了我目前的心态跟我现在的生活 生活我的想法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做一些不一样的生活上的改变 而不是比如说被困到现在的状况 为了要求生存 你可能要不断的跟银行合作跟银行结架 但事实上都还是让你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尽管你这么的喜欢信用卡 尽管你对信用卡对金融产业有这么大的热爱 但事实上你总是受制于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家觉得有点沮丧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这两三年来 我这么努力的去拓展我的影响力 但是最后得到的结果 其实你还是一成不变的 所有的银行都是一样的态度在面对你 我真的是觉得 不管我是有多影响力的KL 或者我是一般的市井小民 其实在银行的眼里 我们永远都只是一个棋子 一兵一组而已 其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做到的财富自由 就是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持续分享好的资讯给大家 但是我不用再受到财团或是银行的钳制 就好像是用这个手然后把我的脖子勒住一样 只是因为我需要他们的钱 所以我希望将来的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 就是免于财富自由的这个威胁 好不好就是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真的开心的过自己的生活 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重要的 对 好来 再来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这张图的话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可以在全世界各地 我只要有笔电 我只要有平板 我就可以工作 我就可以发文 然后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这个世界总是不断的变化 而且美妙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一直持续的跟大家分享 只要是我觉得有趣的 我相信它都有值得被大家看到的这个优点 所以这也是我很想做的事情 尽管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我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 真正的退休的定义 跟成为就是所谓的fire一族 这其实还是有显著的差异 包括就是现在 我还是需要有份正直的工作 我还是不能够就是执行我自己的退休计划 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 好 再来 我其实大概已经仔细的计算过了 就是如果我想要过这样子的生活 事实上 我可能一个月大概也要有6万块左右的这个收入 因为这些都还没有计算进去 怎么讲 我需要孝养父母 可能要给他们孝亲非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房租 我的水电 其实这些钱都要算进去 那包括如果我在旅居世界各地 在疫情结束之后 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我的这些旅非都要算进去 所以我觉得抓收一点大概一个月 如果有6万块钱的话 我就可以过得很好了 好 所以我要过这样子的生活 就代表说 6万乘以12 我一年至少要有稳定的收入 有72万左右 我才能够过我想过的生活 所以 接下来这问题来了 就是 你到底要存到多少的本金 才有可能产生72万的 这个所谓的利息呢 好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往下看 好 对 72万呢 如果你是投资在这个所谓的 负利率7%左右的产品的话呢 你会发现 除下来的这个数字 你大概本金多少 1028574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对吧 好 所以你大概准备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对 一千零 一千零二十八万 你如果没有一千零二十八万 你大概很难过这样子的生活 好 但话说回来 其实 我当初我提出一千万 然后可以让我就是 比较轻松的退休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吐槽我 他就说 你不用买房子吗 那你老了要怎么办 好 那你买房子的话 你的 现在台北市 你要买房子 两三千万跑不掉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一千万就是买个小套房 那到底一千万值什么 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取舍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想要赶快有房子的话 那事实上我势必得被房贷被二三十年 然后我才能够进行我的财富自由的计划 所以我觉得两厢权重之下 我觉得我也许我比较快的去存到一千万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专心的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好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我就选择房子的部分就往后演 等到我有另外第二笔一千万 或是有其他的基础的时候 再来做我这个要有一个家的这个梦想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 所以也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当然你更会赚钱的话都没差 你就可以都放到很多不同的篮子里面 但是基本上如果我想要过我心目中想要的生活 那么每个月六万块钱的情况之下 我继续要本金一千万才有可能滚住这样的利息 对 那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 除了用这个数字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棒的小工具 我可以介绍给大家认识 就是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蛮有趣的 就是如果你是有使用这个所谓的iPad 好 那iPad 那么你其实可以在这个所谓的APP里面有个Numbers 这边你点开来看的话 其实你在这个试算表里面 它其实会有这个所谓的 我可以看一下 这个 它应该有个加号 好 你有没有看到 你在选择样板的时候 它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包括有个个人理财的部分 你这边就会看到有个退休储蓄 那退休储蓄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 因为你其实就可以从这里面 然后就可以做简单的计算 好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也可以直接就是 我们在这边直接做给你看 所以你根本不用在网络上面去找 你其实从这里面 从你的iPad里面就可以找到了 好 比如说 它这边的数字都是预设的 那我直接改成我目前的状况好了 比如说 我现在的目前年龄 我是35岁 好 我这边改35 先把它消掉 好 35岁 那我预计在 比如说45岁退休 好 我按下去 那么我的平均寿命现在大概是90到100岁 好 取到一半大概就95岁 好 往下 好 那你的财务资讯的部分 你的退休大概预期收入会多少 那我保护帽目前的收入一个月就是大概四五十万吧 所以我这个数字比如说就把它改成50万好了 好 50 50万 下一个 其他来源的提拨收入 比如说 我目前有没有其他退休金计划 那这个部分 这样会增加计算的复杂 我就先打0 就先没有其他的收入 那么 你目前的储蓄金额 包括目前的储蓄金额100万 好 我就把它写上去 好 再往下 好 目前的储蓄率是多少呢 其实以 报酬率的部分 以这个所谓的VTI来讲 一年大概就7%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定7% 好 那你还要 记得有一个数字叫做通膨 就是你的钱其实每一年都会不断的在贬值 所以通膨的这个数字呢 我们就一样定成3 所以他的退休目标已经算出来了 就是你如果每个月都存6万8 那么你在2030年左右 你就会存到1400万 你不觉得这个数字就跟我们刚刚算出来 其实是一样的吗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曲线 你就会发现说 35岁宝可梦本金已经有100了 所以在这边有 那每一年 每一个月不断的都存6、7万 6、7万 其实存到45岁左右 我就可以来到接近1500万 那1500万它其实就可以让我过我的生活 过过过过过到我95岁挂掉之前 其实这些情况我可以用完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个这边的资料 它就有写到说 35岁的时候 我的年储蓄额 这边就可以看到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 对 累积储蓄有这个所谓的188万 第一年因为每年都存如果6万多的话 第一年就会来到7、80万 所以这个第一年的累积储蓄就有180几万 然后每年一直不断的出其实你在十年之后 你就有机会就可以退休了 就这样子 但是因为1000万这个数字不是小的数目 所以它这边有写说你第一年每个月要存接近7万 第二年要7万多 然后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 你要存的钱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那为什么要存越来越高呢 其实因为根据我们的年纪增长 其实让我们的工作应该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收入 所以它这个简报的设计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还蛮建议大家 就是你如果有Apple系列的产品的话 赶快打开来用 因为它这个退休足处的这个机制计算 我觉得都还蛮准确的 所以你这个退休足处的部分 你就稍微按一按 你就会知道说 如果我想要在10年之后退休 那么我的确每个月都要存多少钱 所以刚刚算出来这个数字大概6万多了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感觉上也是蛮惊人 就是怎么会怎么会这么高 天哪你一个月的薪水如果没有7、8万 你怎么存下6万多 所以这个以我自己的想法来讲 这的确是一件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有梦最美希望香水 所以我也希望说 这个数字简单算出来之后 你也可以去思考说 如果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退休 其实你要准备的金钱应该是更高的 但假如说你是25岁的时候看到这支影片 你预计是足够退休 那你其实就有20年的时间可以滚复利 那因为我现在是35岁了 所以我能够滚复利的时间其实只剩下10年 那它的金额就会非常的幻慢 可以有限这样子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讲 好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存到1028万 对 就是难道说的比做的减半 就是10年之内怎么存到 如果你以一般的单纯的存钱来讲的话 1028除以10 那一年其实你要存的是100万 但刚刚算出来的数字 如果你一年一个月存6万好了 那6万块10年就是存72万而已 所以这中间的这个cap大概是30万左右 其实也是有复利来帮你做这个所谓的补足的 所以真的是越早存钱其实你赚的利息 其实会越来越高 对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刚刚讲到这个重点 如果你现在月月存6万 10年之后你将来就可以月月领6万 领到死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这样算出来之后 如果你想要500万的话 那很简单 就是尽量月月存3万 那么你将来就会月月领3万回去 这应该就是一半左右 所以如果要存到1000万有很困难吗 其实还好就是你就是每个月都要存6到7万 就可以做到这样子 对 那但是你其实还会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那你到底要去怎么做 那我这边有提供两个方向给你思考 第一个是节流 第二个是开源 那其实所有的理财部落客 或者是专家讲的东西 其实都万变不离其中 那还是要不停的在跟大家宣导 就是说其实你想要累积财富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可以一步登天 还是要就是一步一步来 那节流这部分的话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要省下你没有必要的开支 那在这里的话 最实用的第一招就是用信用卡 因为信用卡的确是可以让你在生活开支中 省下一点 那你省下来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少支付出去 那这些钱你其实就可以投到市场上面 去让它产生更大的报酬 所以这就是所谓用信用卡省钱的意思 那再来的话第二点就是 因为现在所有的厂商 然后所有的东西 包括银行发的这个政府发的挣刑券 都是要你一直去消费 所以你真的要去想一下说 你是不是应该要减少冲动性的消费 因为这些冲动性的消费都会减损你 累积你将来退休金的这个所谓的资产 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还是要理性一点 不要说这东西好便宜哦 然后就赶快就开始买开始囤 那但是你失去的是这个时间的效用 时间加注在你金钱上的复利 它其实在未来是可以产生出更多更多的小潜在的 好 那再来的话第三项就是这边有讲到的 吃饭交通跟住宿 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省下很多金钱的地方 那至于在这三个方面到底要怎么省 其实你可以等待明天的影片 我有更详细的解释给你听这样子 好 那其实节流节流讲久了 节流很重要 但是你的薪水如果只有三万块 你已经每个月都出一万五了 你到底还要再怎么节省 再节省下去你一定会物极必反 你就反弹了 你就不管你就要大吃大喝放纵 那你这样子你的钱又全部都花掉 所以我觉得这就不会是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 所以我觉得节流的话 它可以为你省下一些金钱 可以找到你就是钱包里面的漏洞 但是它不是长久之际 它没有办法让你就是真的突然间省下很多多的钱 它是有必要做的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想办法去做开源 那开源的部分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宝可梦是剪辑师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放假或者是下班的时候 然后去接案子来做 然后来多赚一点外块几千块也是不错 那你也可以 如果你自己本身的职业是可以 就是用正值来做外块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做的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你要培养你自己的被动收入 那培养被动收入的时候 其实在之前的直播也跟大家分享过 不论是写Blog或者是拍影片 然后或者是做课程 Pressplay或者是出书 这其实都是有可能培养你自己的被动收入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那老实讲培养自己的被动收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但是还是值得去做 因为你只要认真的冲个两年三年 那其实这些东西他就会远远不觉得再回来你身上 所以我觉得被动收入值得投资 但是你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才能够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涌动机的状况 那第三个就是出卖劳力状况快 比如说下班之后去打工 或者是Uber East Fu Panda或者是开Uber 这其实都是一种额外赚钱的模式 我觉得比较辛苦 但是它没有不好 甚至你也可能可以利用你自己在做外卖 应该是说在做外卖 或者是做这种所谓的劳力火付出的时候 你也可以多做一点社会观察 也许这会变成你做下一个创业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你都不要去害怕 或者是觉得说好累我就不做了 但是赚钱的事情哪有辛苦的 我辛苦了这么多年 这么两三年 每天不停的发表 不停的写文章 才有现在的我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赚钱 大家也不要害怕去谈钱 因为你只有越认真越努力的去对待金钱这件事情 你才有可能就是展开你的双臂去迎接 就是真正的财富降临你的那个时候 就好像早期的我爸妈都不跟我谈钱 然后我们家后来就负债累累 但是我现在开始去了解金钱的游戏是怎么一回事 开始了解银行是怎么玩信用卡之后 我反而可以过来过头来驾驭这样子的产品 然后更加就是得心应手 甚至可以教大家怎么靠信用卡省钱 就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外面不离其中 就是找到你最喜欢的兴趣的事情 然后并且努力的去做 其实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个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呢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所以就是让大家稍微有一个知道说 如果你要存1000万 你有什么工具可以做计算 那么其实刚刚那个工具你也可以把那个数字改改 比如说20年的话 那你一年大概存多少 20年的话你大概也许一个月就存3万吧 就会再低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iPad上面的Numbers 这种类似讲Excel的工具 其实是很不错的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打开玩一玩 你相信就可以算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数字 那么明天我们会继续介绍 刚刚讲的第二个跟第三个主题 然后来跟大家继续闲聊 这所谓的1000万的退休金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累进你的财富 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麻烦你就是赶快来订阅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的亲友 小铃铛开起来 这样子每天晚上10点都有最新的理财新知 来跟你分享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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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